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回合看起来攻博领成功率相当高 跟石成学在同一组 刹车拉杆 看起来博领能够停球 所以选手可以攻击旗干的距离要打住 那像其他维护也是说攻博领这个部分 一定要增加成功率 在推干方面也要看草纹 当然还要看坡度 基本不要被草纹带得太走 石成学生在TLP界绝对是战将 多场的好表现 应该就是等冠军的到来了 然后这里又是能够 这是怕就怕的一杆 其他维护呢这是Birdie 所以目前回到了Ivan的成绩 它没有花掉太多 而且Birdie还能够攻击 也是非常好 爱丽莎拉 爱丽莎拉 Kermal者第十栋 大概都是短杆送上来了 就是第三杆好像要短杆 绝对要朝旗杆来做进攻 这样子国领地形是 左边的也有 左后方有点低 黄佩文在棋杆前停住也是不错 泰国的这些选手 在台湾的比赛 都也都很熟悉 推进哦 张下了Birdie 今年年初的日历这场比赛 爱丽莎拉 能够打进前二十 因为毕竟那是高额奖金的比赛 所以都是相当好的成绩 黄佩文也来了一只 一门炮 现在你看这这一轮五干动 他都能够把握住 蛮好的 有从政旗鼓黄佩文 古蒙城也是刚转职业不久 还是新竹 这上坡推干了 就是 会 就会真的是比较慢一点 好领先者陈寗杰 这是在第十一栋 左边还不错哦 在这一组是还包括了有萨拉棚以及张一涵 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有这个苏帕马还有黄小涵 都是在第一回合表现的相当好 然后他们现在是在这个第十一栋 大部分时间的今天陈寗杰还是能够保持领先的 主发吗 主发是变义的动作 果顶边环这里哦 用推杆侧波还是过动一些力量是蛮好的 王小安昨天有一个一杆进洞 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好成绩 陈宁接着回推 宝帕也不是太差了 但是就是你看像五干洞 没有能够抓杀Birdy 或许是比较可惜一点 那第四洞那只Birdy 就是攻上古岭 就在洞口附近了 基本上就是OK 哇 这一组压力 这最后一组压力是大了一点点 我手帕马稳稳的 保持一本帕的表现 撤斜波石成玄 在第十四洞 这边树可能有点点影响 并不好进攻 其干在左边呢 他又其他会歪到左边去 吉娜维福这位 马来西亚的选手 在马来西亚三场的冠军 他泰巡呢也去打 最好成绩在泰巡呢是 变列第十二名 太大了一点哦 最后最后回迁哈 娘娘兵 还好有点点腹地哦 今年由于这个疫情呢 也已经是比较缓和 所以能够开放好国门 并且一些会员 泰国啦 其他日本的选手也都能够参赛 变成TRPGA现在竞争也是相当的 竞争很高了 所以本土的选手 也有这样很好刺激 今天第二天看起来风是比较小 比第一天要稍微小一点 虽然我们普遍反应好风 哦 可以好球 哇 吉娜维福 已经抓到四只分了解是没有 bogey 亚亚兵 亚亚兵 也看到参考了以后至少是敢推的了 看来在 担不打草也是要敢推 每天正午的成绩啊 不过这就怕蛮好的 第十四中央北千上坡攻击的一杆 好 未干蛮稳定的哦 从右车这边进来 还好 虽然棋杆在左边 瑞亚马尼另外还有PK帕拉查猪打 哇 朝棋杆进攻的哦 稍微点顺风了 但是 PK是歪来歪去的 长草的球 还好前面素的影响并不大 还是可以进攻打个猪进来 还勉强还可以 哦这是在 第十四栋 我十四栋看起来本身还是有他难度在 然后培倩的长推杆 然后还留了一个 就怕的一个难度的推杆了 PK在大连大女士高球赛 夺下了冠军 冠军的奖金也能够到200万台币的这个奖金 那他在泰巡赛也是冠军的常客 所以显示的是状况是比较好的 然后接着去 在这场 TLPG之友之前跟大连大之前 中间呢是去到了中旬的这个比赛 并不满意了 这边是沙玛棚 跟周宜成还有潘纳莱在同一组 是第十四栋 左勾腿转弯的一栋 攻击的相当好 如果在左边的话要攻击其他比较不容易 还好 刚刚这一球算是周宜成的还送还不错 他那来打一个主偶进来可以 太大了 好 跟 稍找之前 跟杨雅兵的球点像 并没有左转这么多 从这个侧面这里推过来的话 并没有左转那么多 好 还好盘上来是在果领上 而能够下坡推进这一支的Birdie 连续两栋的Birdie让他来到了正一 我差陈寗杰三杆而已哦 哦 最后还是有哎 这一组 两位泰国的选手沙马鹏 还有潘纳莱都很开心 不过这个旧帕呢 还是周宜成也是很稳定的能够 保住 目前正四成绩 好 这是在黄契海岸球场的 第二Birdie只有公开赛第二回合赛事的精华 陈丁杰暂时还领先-2 我差距并不大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